除了社区要争取体健设施 学校也同样不落人后 为了打造健康乐活校园 中心大学结合校内学务处和体育室等资源 成立资商中心Open House 除了建制运动环境和设施 提供正确的运动资讯和饮食营养建议外 也透过桌游活动涂鸦和音乐会来调剂心灵 希望让学生在求学期间身心都能够达到平衡 热武社的学生展现活力动感舞姿 为中心大学资商中心开幕活动来热身暖场 3 2 1 开幕 学务处和体育室等单位 共同出席见证这场盛事 因为这个中心整合了校内各单位资源 提供一连串的软硬体服务 我们觉得环境的建构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这个环境的建构 应该能够融入到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就是一个健康热活的生活环境 那我们希望展现中心大学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我们朝向生活 朝向健康 朝向油气 校方表示打造健康热活校园 资商中心这两天也特别安排open house活动 设置体重基、体脂计等仪器 让学生了解自己的生理状况 并且提供正确的运动资讯和饮食营养摄取建议 让生理达到平衡 像外面下雨的话 那如果有这种设备在室内运动 其实蛮方便的 校方也指出 除了生理状况外 心灵上的健康也是相当重要 因此中心也透过桌游和涂鸦绘画等活动来调剂心灵 希望让学生在校求学身心都能够达到平衡 记在理状况中猜不到